把這個地方的話 這邊範圍給它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把剛剛的公式把它貼上 那藍的話因為只有一藍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另外上面array的話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請你把它按F4 選取按F4之後藍跟列都要鎖 因為要固定啦 再不然你就是把這個範圍變一個名稱 上禮拜來講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向右 向下 那你會發現整個全部的資料呢 它就會瞬間幫我把它全部都搬過來 那我可以選這四藍 快點其中 一個 一條線 它會 其實道理就是跟那個格式裡面的自動調節欄關一樣 不過我發現這樣選 點兩下比較快 好 可是問題第1 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把資料帶過來了 縱向 變 縱向一藍變 橫向的四藍 一藍變四藍 好 但是第2個問題是我要如何可以快速的把 這個地方的前面藍位名稱加冒號 幫我把它清掉 清掉 當然以前如果你在Word裡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Word裡面其實可以按LT鍵 它其實可以選你要的部分資料 然後把你不要的部分可以刪掉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呢假如說我要前面的資料 那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Word 我們那個 Word裡面的資料 然後可以可以幫我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幫我把它 Word在這 這個 今天Word也是一招啦反正招很多啦我如果現在把這個砍掉的話 切什麼 資料剖析好像也可以 不過剖析啊 一個一個剖 或者如果你用Word 你假設你今天怎麼樣把這個我們的原來的資料 Ctrl C 你可以讓 Ctrl V 選擇性 只有藍 只有那個什麼 只有這個 值而已 只有那個就是不要表格 那比如說我要選 選 的是這個這個地方的日期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LT鍵按住啊 縱向選 有沒有 如果你要縱向選 有沒有 可以啊LT鍵按住 可以縱向選 這一招應該 沒用過嗎 還蠻好用的 以前有的東西 如果實在 Esser裡面搞不定 乾脆這樣貼上去來改的時候反而更快 比如說我 我要避開對不對 那我只選這一塊 Ctrl C之後 有沒有 那我再怎麼樣 把這一塊 直接Ctrl V貼上 有沒有 他就OK了 Word 這也是一招啦 不過我們今天 不是要教你這個 這個只是因為我剛好想到了 因為有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一些怪招 當然 最好是 你要用那個 函數 假設 那函數的話 我們想到的是 一般是可以用Fy函數 Fy的位置 然後呢 他 1234第五個字 然後呢 我要從第六個字開始切 切 可是問題啦 我要切幾個字 他再算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 是這樣 一 先把它剪下來 一 先把它剪下來 就是index 裡面剪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再利用文字函數裡面的什麼呢 Mid 其實有幾個可以做到 像 replace函數也可以 replace 意思說我要取代 那取代意思說我要刪掉幾個字的意思 這邊的意思 但我覺得 replace好像沒有 Mid函數簡單 因為我們前面都用Mid函數 那Mid函數要什麼做會最簡單呢 按確定 第一個呢 他的test 就我們剛剛的資料 這個是我要切的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用什麼方式告訴他要從第幾個字開始切最簡單 剛剛用fine 可是我覺得fine沒有用len來的快 len 錢瓜糊 因為我要從第幾個字 123456 len 那我要告訴他說 D1裡面 這個裡面有幾個字 有四個字 對因為我的 藍位名稱跟上面的藍名稱其實是一樣的長度 只是差一個那個什麼冒號 那冒號之後我要冒號後面那個字所以必須加上2 6個 從 入職時間1234冒號5 從第6個字開始 那我要幾個字 後面的 那當然你 不需要說還要在什麼 其實喔你隨便 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剛才輸入一個99 對就是 其實這為什麼要給你一個99 意思是說我後面全要了 對我後面全要 可是我不管有多少個 就有點像那個打牌說哈 不管裡面有多少反正我就說了 裡面有幾個 我就拿一個最大的 好 但你要990也可以啦 有些書是寫990 可是我覺得不需要啦 最多大概就那幾個字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做出結果來了 OK 但是呢會有個問題 我待會會需要什麼 向右 向下 但是向右向下的話呢 這個上面不用改 可是LEN這邊 的D1可能要改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一定是固定什麼 固定在第1列 因為你會發現 我要一定是根據 它的上面欄位名稱的長度 來判斷說 我應該要切幾個字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如果向右的時候 那D要變成E E要變成F 這個要固定 所以D的前面不能鎖 可是如果我向下填滿的時候呢 E不能變2 永遠一定要在第1列 那我應該鎖哪一個位置呢 對 就是這樣子 完成了 這樣子我想應該是最簡單 因為我想了很多種方法 用replace 用file 用什麼一堆一堆 後來發現 這樣子最快 而且這邊有個偷吃步啦 以後如果你用切的 後面全部要的話 反正又給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好按個確定喔 好 向右 向向 全部切好了 切完之後你可以在選舉這四欄 再點它兩項 這樣就馬上又 恢復成你要的樣子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第1階段就是用index來做喔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分成1先用color跟ro 產生我要的位置 再用index把資料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再用mid呢 加ln幫我把資料 藍位名稱切掉不要 那這部分當然呢我做完之後請各位 變化題 用什麼 ind direct 如果我不用index 剛剛是用index 上禮拜有學過啦 用index 請你做做看 另外 還有個變化題 再來等一下講 一定會有個vba 如果用vba按個按鈕自動全部完成 可是要怎麼做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些其實我是覺得都是 我覺得工作上如果你都會這些 可以盡量的很 順暢的可以把 一些你需要的結果給變出來的話 我相信你後面要做報表 或者做一些圖啦 應該就會 非常的愉快 等於是感覺好像要什麼有什麼 對不對 就是左右逢圓 真的想到什麼 兩下就好了 資料就全部都已經 完成了 這感覺應該會很棒 不過前提就是 你要能夠善用 每一種工具 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我給各位的是盡量 我整理我想到 應該是最簡便的方法 請各位試一下